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叫郑东宁 当时我天都塌了 我想不通老天爷为什么就是不肯放过我 后来我告诉自己 赌一把 赌一把 我长相和以前差别很大 就算认出来 郑老师不会说 你堂姐又在外地 等我们结了婚 有了孩子 就什么都好了 这么说 传属巧合 好 第二个问题 你心里是不是还有小说 其实我猜到了 我就是想进口听你说出来而已 你知道吗 你知道刚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会多开心 我每天都很幸福 我觉得老天终于站过我了 可你就是忘不掉他了 对吧 是我太天真了 跟你在一起生活里到处都是 郑老师的印象 我以为我已经忘记了 我以为我可以放下 所以 我们俩一起去叫外骑车 每天去食堂吃饭 你生病了我照顾你 我生病了你照顾我 丑阳姐我们俩一块去爬山 你坐在我肩膀上看事说 我们俩可以干了这么多事 这些事都可以忘记是吗 陈妍 我在你心里算什么 我以为我已经忘记了 我们这两年在你心里算什么 我放不下 为你买房子 为你去跟三叔借钱 因为我知道这对你来说 是绝对绝对不可能做到的事 如果我们就这样分开了 你永远都不会知道我的身份 你跟郑老师之间 也不会心存见地 我 我只能走 你俩嘴儿 我第一次想要住 这么多的事 在家里面 我可以做满好的 我来说 我来说